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究饮茶之人亦将赏壶作为品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茶为壶添色 壶为茶增香 而可以泡茶的寄免那么多 为宜兴紫砂壶与茶绝配 近年来 紫砂壶在拍卖会上屡出天价 市场上的紫砂壶很多也价格不菲 从古至今 人们对紫砂壶的知谜从未削减 紫砂壶为何可以如此独特 紫砂 从迷到湖 究竟如何练成 传说啊 古时候有一条乌龙 为了滋润干涸的土地 而撕降大雨被扁到了人间 时隔千余年 她依然卧藏在这里 并且人们在她肚子里面装了一些宝贝 到底是些什么宝贝呢 推开门 进去看一下 这位大姐 你是当地人吗 我在这里住的 就这里住的 就这里住的吧 对 我住她 那这个窑啊 您是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的 这龙窑 我来自35年来开的这个窑 当时就有了 有了 老子有了 里根好像500多年来 500多年 那这个窑啊 从您到这的时候起 就一直这样烧吗 一直烧东西 从来没有间断过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看我们当地小孩从小就在龙背上走 来 走着玩玩 前树古龙窑 位于宜兴市丁鼠镇 前树牛小山上 长43.4米 宽约3米 斜卧在32度的斜坡上 远眺望去 像一条蜿蜒而上的巨大长龙 这座近于明代的龙窑 延烧600年 至今仍在使用 您好 您在做什么呢 烧窑 您现在烧的是什么呢 竹子 除了竹子还有什么烧呢 只能用竹子和棕枝烧啊 这个 以前到鞋 几百年 就是有这个东西烧嘛 啊 这龙窑 这个龙窑只能用材烧 嗯 每天要烧多少这种松枝啊 一窑啊 一窑 对一窑有多少 是按筋算的吗 按吨就算的 按吨就算的 烧多少吨 五吨到六吨吧 五吨到六吨左右 那这个应该也值不少钱了 光这个燃料的话 加上这个下面烧 也就买的话 大概八千多块 八千多块 光燃料就八千块钱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宝贝 只能耗费这么多的燃料费来烧 这还算得挺吓人的 吴永斌是古龙窑的老板 这座古龙窑是他祖上传下来的 到他已经是龙窑第二十九代传人 他从二十岁开始烧摇 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刚才里面有火花啊 还是一些杂物之类的 从里面那个洞洞里面崩出来了 而且烫在身上还是挺热的 有的时候就是 他上面这个眼睛的眉毛都烧掉了 眼睛和眉毛烧掉了 头发都烧掉了 头发又可能烧掉 怪不得你们都配备着基本的护具 帽子手套 我什么都没有 那我戴个帽子好不好 以防我拍完这个节目之号成个光头 您这个温度很高了已经 现在里面温度有多高啊 下面一千多度 一千多度 我怎么看不到那些东西在哪呢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旁边的不是吗 这么大个的 都是 但是现在他全身啊 成那种通红通红的颜色 根本就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形状 什么样式的 这里边真的跟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差不多了 您这里边烧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东西多了 东西多了 宝贝多了 这有什么您跟我说说 紫砂的 哦 原来是宜兴赫赫有名的紫砂壶 这下面还有多少个洞啊 还要烧 二十堆 二十堆左右 它一共多少个洞呢 四十一堆洞 师父们烧的这些小洞叫做灵眼洞 是投放燃料观察火焰温度的窗口 龙窑共有这样的小洞 四十一堆 四个窑工在窑两边同时工作 每个人负责一个洞口 当火焰温度到达一千二百摄氏度 就用草木灰堵住洞口 在沿山坡向上烧下一个洞 他们需要从山脚下的灵眼洞烧起 依次向上烧到龙尾 投柴的工作必须连续完成 吴永斌从凌晨两点就开始工作 接下来的十六个小时 一刻都不能离开 他的任务就是保证窑内温度 烧到一千二百摄氏度 我们的烧药师父非常辛苦啊 从昨天晚上两点一直烧到现在 并且不间断的烧 现在他们接受采访很困难 因为一直要持续的工作 已经爬过去了 咱们也跟着爬过来吧 啊 爬得上 爬得上 哎呀 哎呦 来了 吴师傅我来了 你担心啊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吴师傅 咱现在也测量不出来温度啊 您是怎么测量出来多少度的呢 挺惊艳啊 用眼睛看 那什么样的时候程度觉得合适了呢 嗯 这个颜色你看我都看火的颜色 看火的颜色 您看火是什么颜色呀 火的颜色是 白天跟晚上还不一样 阴天跟晴天还不一样 白天夜晚不一样 阴天晴天火的颜色也不一样 看来啊 来判断我们温度是否达到1200度了 并不是一天一朝的事 还是观察的时候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这还挺难的 你看我们的师傅 特别敬业 在这一边烧一边回答我问题 真的没有停下来的一分钟的功夫 他们想必几百年来都是这样工作的 这时 记者对着熊熊火焰 依旧存有疑问 光靠四个人 往这些零碾洞里投柴火 就能保证43米的长龙 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吗 吴老师 我刚才也想问您 我这么看过来 这条龙是倾斜着握着的 对啊 这是斜坡上面的 但是这样工作人员更费劲 您要是横着握 我来回来去走也方便 您这样像爬山一样 为什么这么困难 龙有都是一山而建的 这个火往上走 它整个这个龙有 就是来要进去 这个火往上走 它就精神了 是有好处的 这个绝对是有这个道理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聪明 不是我们聪明 那我们这些东西 怎么送进去呢 这是摇萌嘛 就是一件一件送进去 往里边送 对 大概能装多少呢 大约大约小小5000件左右 5000件左右 那您跟我说 这条龙啊 龙头在哪呢 下面龙头呢 我们来看一下龙头 这个就是龙头 下面龙头 点火的地方 对 从这会点火啊 底下是有煤炭 下面烧一点煤 边烧煤 对 大概要烧多长时间呢 二十二个小时 下面要先烧二十二个小时 之后再烧我们龙身 对 这火是从这样下去 往上走的 那龙身 龙尾巴呢 这上面的 龙尾巴在上面 边窗就是龙尾的 二十二个小时的敌火 保证了窑内基本温度 十六个小时持续燃烧 四十一对零碾洞 从龙头到龙尾 将火稳定在一千二百摄氏度 我们在赞叹 农耕时代 先人的智慧 但是 进入工业社会 这样耗时费力的操作 已被电窑 煤气窑取代 但吴勇斌 身为龙窑 第二十九代传承人 却一直守护着 祖上传下来的 这唯一的古龙窑 到了中午 吴师傅依旧需要照看着火 走不开 他的妻子过来给他送饭 吴师傅 吃的好吃吗 还有肉啊 开心的很 咱们天天在这个工作地方吃饭是吗 我少爷就在这边吃 这么辛苦 我别的时候就不 您觉得爱人辛苦吗 辛苦 有没有发生过危险 有没有发生过危险 这衣服喝了 有没有 上传下来到这东西 生下着就穿着东西伤的 嗯 很辛苦的 呃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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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要得坚持什么 那您二位有孩子吗 有孩子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做茶壶 那跟您这个行业还有关系呢 紫橙副业有没有可能 说呢 这孩子就不好说了 像我们这个前辈 他们的孩子都不做这个事 都不扫养 都不扫养 就是太辛苦了 但是我希望他这么做 看爸爸在这一直工作辛苦吗 辛苦了 那刚才您父亲说 想让你紫橙副业 以后也做这个 我也想过 但是就真的很辛苦 这是实话 现在这东西不仅仅是管理 其实自己还要做 而且这是一些很传统那种方法在做 其实完全都是靠体力在做的那种 像我们一些 我们一些上学嘛 那个时候老师也进来跟我们讲 要好好学习 以后就可以做办公室了 所以也很毛端啊 也很毛端 龙窑烧好之后 需要冷却两天才能开窑 龙窑里面究竟什么样子 龙窑烧出的东西又有什么特点呢 两天后开窑 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早上七点 吴师傅和他的窑工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开窑工作 他们需要用一上午的时间将大大小小五千件陶器全部取出 这时我们也终于可以看到龙窑里面的样子 这时我们也终于可以看到龙窑里面的样子 这边是红的 这个颜色 里面是这个颜色的 对 变质耗是成这种状态了 这个变化没办法说清楚 嗯 每个每个都不一样 最老的弧度是龙窑烧去 以前哪有地窑器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很自然的东西 好再看一下 你看 里面都是没有 对 白白的是什么呢 这是刹的 这个刹放在上面就不会钉了 不在不碗粘着就行了 嗯 这个已经烧完之后 下一步怎么处理 把它都刹拿掉就行了 就洗一下就行了 干净了 就可以了 宜兴的陶文化已有七千多年历史 这里陶土资源相当公布 龙窑里除了紫砂 更多的是一些陶器 其中最大的当属两百多斤的陶缸 吴师傅 这有烧坏的地方吗 这烧坏的地方 怎么办啊 这能修补吗 筷子修不了 您能修吗 我不能修 那如果修不好怎么办 修了还就没用了 修正了 今天成果怎么样 大师傅 成果成果很好 成果还不错 那每次烧完之后 占的比例有多大破损的 三千万后再我知道 百分之三十 那还不少呢 那其实不挺可惜的 通讯很大的 较低的成品率 辛苦的体力劳动 使得前述古龙窑 成为宜兴最后一座 用传统方式烧陶瓷的龙窑 现在 龙窑每个月烧窑一次 剩下的时间里 吴永斌带着六七个窑工 做下个月要烧制的紫砂器和陶器 正是因为吴永斌的这份坚持 宜兴最后的龙窑 才能依旧燃着熊熊摇火 向人们讲述古老渊源的紫砂文化 紫砂是陶的一个特殊种类 具有特殊的双重气孔结构 气孔微细 密度高 具有较强的复吸力 用它做的胡漆茶 能保持汤色和茶香 隔夜不变质 日久使用空壶里 诸禄沸水也有茶香 车型于宜兴丁鼠镇 卖紫砂壶的店铺随处可见 紫砂和炙陶 早已成了丁鼠人的生存方式 宜兴紫砂壶得名于世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原材料的优越 黄龙山位于丁鼠镇的西南郊 这里是公认的紫砂矿的孕育地 记者在向导李家瑞的带领下 想在这里寻找一块优质好料 做紫砂壶 李老师您看啊 我首先咱不先谈这个紫砂 这个环境确实让我比较诧异 您看就是普通的一条小路旁边 您就发现了紫砂了 我以为是在深沟里或者是高山上 挺难挖的地方 没想到这么随便 这么轻易您就找到了 对啊 黄龙山就是个宝啊 就是个宝地 对啊 那您觉得这有 凭什么觉得这有 我看一下应该有 应该有 好 给您一块看一下 这个我们外行人真是一丁点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吧 嗯 大家可以想一下 精美的紫砂壶的原材料 竟然是从这里挖出来的 那个字是什么 紫薯 我一般小时候特别爱跟家里人去地里边挖紫薯 这个刚才拿出来的一瞬间 我真的是这么以为 因为它的颜色是完全的跟紫薯一样的颜色 上面还有着泥土 但是您看把手松开之后就是一块石头 这些石头看似普通 却是货真价实的紫砂泥 实际上紫砂虽然被叫做泥 它最初的形状却类似岩石 而它的颜色也不止紫色一种 您助手手里边拎的都是石头啊 都是 我还以为都是吃的呢 三十块 来看一下 嗯 这是紫色的 这个就是紫色的 嗯 这个红泥 红泥 这个就是普通的石头了吧 普通石头 这个是好纸料 断泥 断泥 紫砂泥深藏于黄龙山沿层下数百米 在甲泥矿层之间 按颜色主要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三大类 而每一类里又可以细分出很多品种 这个这种资料叫紫草青 这个是好红泥料 我跟你说 有一块小的看到没有 看到了 叫枝眼 高档就知道吧 颜色看到没有 看到了 是不是背影 嗯 这是青色的 感觉已经是 这边还有是吧 夹在里面的 这是特有东西吧 要是在我看来 我还以为这是块残瓷品呢 但是这都是鸡眼 证明是好材料 对 老师 那您看 我给您找了这么长时间的紫砂 您能不能送我一块 我想去做一个紫砂壶 行吗 可以 那这块就给我了 行 这块呢 要是能做出来大概多少钱 这个啊 嗯 这个姐姐很难说的 如果你紫砂 日料工日做到未来 可能要大师做的话 这个茶壶不是钱的问题 价值不菲 那我就找大师去做 您得给我介绍介绍 好推荐一位 我老师应该 我所知道有一个 骨头钟吧 你为什么跟我推荐他呢 他主要现在呢 就是紫砂壶 就是现代做法比较多一点 嗯 他的这个老师呢 就是做法上 是相代也就是比较全统一点 哦 工艺比较全统 看上去比较大气 是这样的 那就选他吧 好不好 但是你要跟他学头的话 我跟你说 你要花一番功夫的 嗯 有难度的 那肯定有难度啊 我需要送礼吗 啊 那不一定 我就把这块送给他 那不一定 你看就成心了 看我心成不成 心成不成 心成肯定我去指教你一下 哎呀 看来是有难度的 好吧 没关系 我就喜欢迎人而上 迎着难题走 好 那不您陪我一块去吧 那不不你自己去吧 你还有点怕他呀 那我自己去吧 坚硬的矿料如何练成细腻的泥料 在一个现代化的紫砂泥料厂 我们目睹了紫砂泥的练成 刚挖出的紫砂泥在露天环境下风化数年 历经风霜雨雪日晒夜露松散成小颗粒 经过破碎机碾压机粉碎之后 再经过真空炼泥机排除泥料中的空气 才能用来做糊 现代机械炼泥的方式 让紫砂从石到泥变得简单 然而没有机械以前 古法炼泥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葛陶中是目前疑心少有的 还在坚持全部程序 都用古法治胡的人 据说 葛老师很少接受外界采访 记者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葛老师家 葛陶中的老师 是已故的胡义太斗 顾景周 他的胡曾在拍卖会上 创下2870万的天价 他的治胡理念也深深影响着 包括葛陶中在内的几代紫砂后人 葛陶中自家工作台的旁边 还立着老师顾景周的紫砂雕像 这个应该不是紫砂的吧 这个是紫砂的雕塑 这也是紫砂做的 对 紫砂的雕塑的话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用墨布擦了以后呢 它会很光亮 您天天都擦吗 每天都要擦一次 早上 每天都擦 每天早上起来擦一次 擦完了以后呢 就给老师上一支箱 嗯 对 为什么想做个老师的头像在家里呢 因为工作台就在老师身边 嗯 就还是想想着 就要老师每天都看着我 嗯 干活 看着你 今天多了你 对对对对 有这个 有这个自己的想法 嗯 就是说老师以前很联绵 嗯 就是说自己也是到后来才发现 他对你这种要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就是没有一个联绵的老师的话呢 嗯 就根本不会自己今天 还要上香 对 您这样双手何时跟老师鞠躬 何时就是说 告诉老师就是说 我现在还在坚持他这种就是古法的成型方法 坚持就是说老师的这条所走过的路 嗯 我还是在研究他走的路再走 与机械练泥方式不同 古法练泥全部采用手工操作 要经过洗料 摊晒 捣碎 过筛 加水调和 锤炼几个步骤 葛老师现在为我们演示的 是最后一步 锤炼 用十斤的木锤反复锤打 紧压紫砂泥 必须把紫砂泥中的空气全部排除出去 这一步关乎最终胡质量的好坏 您这样要吹多长时间啊 按道理的话 这个顺序的话大概要八个小时 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对 就这样一直走 对 那老师 我问您一下 有个小问题 对于咱们传统的手工艺人来讲 这个知名度啊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口传觉得你好 很少有人会知道 而且如果速度慢的话 得到的人也会更少 他这个就是说 紫砂泥从宋代开始 就是说还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你要坚持传统 嗯 包括你的数量的话 那你要到了一定的价位 你一定要坚持一种 你自己的信念 您这个一个糊 跟他们机械化生产出来的糊 价钱会有区别是吗 那肯定有区别 咱们得高 对 高多少呢 高多少呢 就是几百到几十倍吧 高这么多 对 我先找找感觉 你看 其实我凿下去的时候 老师 我用力是一样的 但是显示在上面的却好像是不均匀 你是表演 我真没表演 我真是用生命的力量在砸它 对 我就是看生命的力量在表演 我不是在表演好吗 表演会用这么大力气砸它吗 你看这里 二 三 四 二 记者看着格老师操作起来很简单 但学起来才发现 练泥的过程并不是使蛮力就能做好的 这个是断层 嗯 这个断层 你看这个就是奇葩 哦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小的奇葩 从这个上面看的不明显 对 但是断层这块看的特别清楚了 一定要看断层 用木锤垂直砸泥两个小时 调好泥料干湿和稀烂 然后再用木锤横着砸六个小时 为的是排干泥料里的空气 这个如果要是完全没有这些边边横横的敲出来 不是更平滑吗 为什么要有呢 你知道你的垂链这个我垂过去的方向 嗯 是怎么行走的 你自己一垂你看你自己的方向 来吧 我的方向 走过必有痕迹 来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简单 你看 你看 跳了吧 看出来了 跳舞了吧 这个真的是跳的 可是我用些时候的力气是均衡的 我觉得是 你看 这个垂链 真给你搞砸了 这还真不敢跳了 为了将紫砂里的气泡完全排干 葛老师需要像这样砸上八个小时 但在工厂 这个步骤早已被真空练泥机带起 但葛陶中却这样一锤一锤砸了四十年 学习了手工锤炼 此时天色已晚 记者与葛老师约定第二天接着学习虎法制虎 在宜兴 紫砂壶的成型方式被分为全手工和半手工 半手工壶指的是用模具成型的壶 这样可以大批量生产 满足了数量上的要求 而现代全手工壶全凭双手 但采用的也是现代智乎工具 而葛陶中却坚持采用从宋代研习下来的传统方法 制作全手工壶 第二天 记者来到葛陶中家时 他已经画好了图纸 这是您自己画的 对啊 我跟您一起做行吗 你先看一会再说 好不好 不要着急 看一会 就是看一会 多会呢 看一会 然后你感觉 我可以做 那你再开始做 好不好 您看我是真心实意的来跟您求学的 您这是竹子做的 对吧 我先给您展示一下 您看我这个心成不成 老师 老师行不行 您往这瞧 不是我告诉你 葛老师 挡了一个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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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都有味 葛老师 这种的话不行的 这种的话 我碰到我老师的话 这招不行 肯定要挨打的 不会不会不会 你把那个工具敲坏掉了 这不会敲坏的 您这是什么材质的 讲一讲 竹子 这也是竹子的 咱们快板那也是竹子啊 快板是快板 这个工具是工具 你看老师很严谨 而且您这工具也很多啊 对啊 这个工具还是一部分 我们第一个环节 对于记者 将做糊的工具 当做快板的行为 葛老师有些不太满意 葛老师的这些工具 已经使用了三十多年 材质有竹木质 牛角 铜铁等 做一个糊的工具 就达到近百件 都是最传统的工具 其中还有一些 沿用明代的行制至今 在其他地方已经很少见到 木转盘就是古法智乎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 一星的紫砂泥拥有着自己的个性 这也使得他的成型工艺 与常见的手拉坯或是模型灌浆不同 而是采用围身筒拍打成型的方式 这种独特的成型工艺 与世界各地的淘气成型方法都不相同 葛老师决定给记者一个机会 让他试一下拍身筒 他现在没有听我的话吗 这就是人为的打 那你没有目的心 我有目的心啊 我早先把它变一栏啊 刚才就是这种打是瞎敲的 你看到我打啊 对不对 你要打手板啊 这就是这样的话他就听你的话 嗯 这样你看啊 这样 你疼啊 我疼啊 你你站起来 老师我想问你 当初你老师就这么教您的吗 那肯定的 因为刚才您跟我说 你每天都要回去练啊 你不回去练 那你明天怎么教 左叶 对不对 外部的你手那么 那你就是 那么壮了 都是被老师打起来的 你看你看这个拍的 真下很功夫啊 记者开始明白 在大小口中 我们得知 她的身体状况并不好 您肠胃咱做过手术是吗 现在拉掉了一截 那拉掉一截之后 做起来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就是说你不能久做 你做完了以后要站起来动一下 实际上 刚才我跟您的朋友聊了 他说你的身体状况还是有些弱的 对 就是说你经常跟人家说我自己落落落落到后来什么东西都不是 葛陶宗做每个壶之前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去设计琢磨 还要打造专门的智乎工具 有时一件作品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尽管身体不能太劳累 他却经常一做就是一天 老师您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 感恩几万 那您觉得您在一生当中最感恩的人是谁呢 最感恩的是老师 您的师父 对 那他除了这个精益比较精湛之外 还教会了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 做任何事情 干我们这一堂的人 学大了做大了 踏踏实实做任 认认真真办事 如果说老师在您对面 还想想对他说一句话 来 告诉老师 就是说我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继承老师的传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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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老师这样做突然很感动 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 会误解他 就是觉得比较孤傲也好 或者说是我自己懂了 没有必要交别人一些事情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太专注于这个行业 把自己的毕生经历全都奉献给了他 像我刚才说的踏踏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办事 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学到的 果陶中并没有徒弟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 比起繁复的古法工序 更愿意使用现代智慧方式 但是他却还在寻找 能够和他一样有认真钻研精神的徒弟 将古法智慧传承下去 格老师暂时还没有收到合适的徒弟 但在疑心 也有一些年轻人 在为恢复传统的记忆而努力着 你好 觉得您是格老师吧 对 葛浩翔 疑心的紫砂艺人 这些紫砂上右摇变器 都是他的作品 经过他手的紫砂 不再是古雅质苦的本色 而是披上亮丽的幼彩 不再是孤零零的茶壶 而是一套套茶具和日用器 你可能就是说 叫了解的那个紫砂壶啊 上面都是就是说很光滑的 其实啊这是我们原来非常原始的 就是说我们汉清时期就有的 就是说紫砂器型上右的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您这应该是残次品吧 您看都留下来了 不因为当时的时候的那个就是上右的那种工艺啊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工艺 它是追求的非常朴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您再看这个 这个也是都是随便留的 对都是随便每一个都不一样 而且没有统一的一个造型 形式各样的紫砂器上右之后 经过高温 右侧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叫做摇变 紫砂不上右很难发生摇变 但当紫砂披上右踩 就给摇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说摇变啊 它其实真正所要表现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抽象的一种审美的东西 它其实讲究的也是一个非常写意的这样那种过程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啊 就是江南的这种烟雨 雾蒙蒙的 就是像那种 它有那种山林当中啊 有那种雾气 腾生的那种感觉 当然每个人的那种想象 它可能有个不一样 对 在我看起来像浩瀚缥缈的宇宙 在宜兴 从事紫砂行业的据说有十万人 但其中从事紫砂上右摇变的只有不到一千人 一般的紫砂湖为了保证其优越的透气性都不会失诱 但葛浩翔怀着一份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怀 希望可以恢复本土紫砂上右摇变的记忆 怀着这样一份心 他在这条艰难的路上坚持了十五年 他的妻子也是见证着他一路走来的人 大嫂 当时是亏本的是吗 是的 一年亏多少钱 初开始的时候 一年十几万 十几万 对对对 亏了多长时间呢 亏了像十几万的时候 亏了大概三四年 然后后来就更加不止不止这个数目了 对 三四十万四五十万也有过 然后也是这两年开始伪装过来的 那大哥当时为什么会亏损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说接地气嘛 接地气的话 如果说我做紫砂查复的话 肯定会不了 但是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因为小众很多人他不了解 不了解的同时的话呢 我们又想把它体现 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很难去就是说做到这样 我们感觉到大姐已经眼含热泪了 觉得特别不容易 陪伴自己的丈夫一路走过来 但是你从来没有就是产生过我要退缩 就是或者说老公咱们干别的行吗 没有 既然嫁给了他 他喜欢的东西 他喜欢的所有一切 我都会喜欢 都会包容 那你看大哥 大嫂当时那么支持你 你当时就是没有想过要转行吗 就不做这行吗 其实我第一个我坚信啊 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它肯定是有价值的 嗯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 让我们一直直到现在 嗯 就我告诉我自己 就是这个 我是永远都不会去放弃的 就不管 就是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挫折 让葛浩翔如此痴迷与执着的 紫砂上幼摇辩 究竟是怎样的记忆 跟随葛浩翔 我们来到了工厂 什么叫做幼啊 嗯 来看一下 你看 这边就是 这些是幼 这些是幼 在您工作室看到的那种漂亮的颜色 都是涂上他们 由他们演变过去的 对对 有点不合适吧 怎么可能 那这样吧 您挨个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这有什么颜色 我每个手上都沾一点 在我的皮肤上 您看的更清楚一点 这个蘸一下 我们眼前的这些幼香 是用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 按一定比例配合 经过研磨制成的 虽然现在毫无光泽 但经过一定温度的断烧 就会紧紧附着在紫砂胎上 让它不透气不透水 同时还能起到美观便于擦拭 减小腐蚀的作用 看看我手上是各种的幼色 请我们的葛老师介绍一下 这个幼一共分为多少种色 幼它其实是叫 它是无限的 它会有各种样的颜色出来 所以说它不曾在说分为多少种色 就是说我们一辈子 可能我们都做不完 好 那您介绍一下 我手上这几种颜色 都是什么颜色 我告诉你啊 好 像这个颜色的话 我的判断的话 它应该是绿色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绿色 对 这个是绿色的 您不是色盲吧 烧出来 烧出来是绿色的 烧出来是绿色的 然后这个是白色的 白色 对 这个是绿色的 这是绿色的 对对对 您确定您不是骰吗 我这衣服可是绿色的 我知道我确定 不是 您确定 这个 这个是淡黄色的 这是淡黄色的 对对对 在这边 这个是黑色的 黑色的 这个是绿色的 我想 现在我们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打开电视的时候 一定很诧异 这明明跟您说的颜色 几乎都是相反的 但是您在这挨个说呢 您没逗我玩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您所说的所有的颜色 都是烧至 之后出来的颜色 之后出来的颜色 那如果啊 我要有创新的想法 比如说这个和这个搭配 这个和这个搭配 颜色就会 还是不一样了 会不一样 更不一样了 而且这种变化的话 可能连我都不一定清楚 嗯 就是中间的话 它因为它是就是 我们就是 对于幼稚的一个理解 它是一直都是在一个积累的 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 嗯 那么这种积累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想法的同时 我们在实现它的同时 它永远会充满变化 这是我建议您 去亲身尝试一下 就是上幼的过程 做好的紫砂泥坯 要先经过一次速烧 然后上幼 再入窑进行二次烧成 葛浩翔首先教记者几种最传统的施幼工艺 荡幼 需要把幼浆倒入气坯内 然后晃动 使四周均匀上幼 多余的幼倒出即可 进幼 是将劈体进入幼中片刻后取出 利用劈的吸水性使幼浆附着于劈上 交幼需用勺 取幼浆颇焦器物 同时旋转气坯 让幼自然流淌 在葛浩翔的工厂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经过速烧的茶具 日用器等 学过了传统的上幼方式 记者决定自己挑选一个用自己的方式给紫砂上幼 记者准备在紫砂花瓶上画画 但在他发挥之前 葛浩翔要先用喷枪给花瓶喷一个底色 因为紫砂为铁胎 本身颜色较深 上一层较浅的右色便于进一步涂画 葛老师这是喷完了是吗 对对对 这是喷完了 葛老师这喷坏了 喷坏了 您看这边裂开了吧 都裂了 其实啊 为什么我在就是中间的地方 我为什么喷这么厚 其实我特意啊 需要它有一个裂开的这样的效果 因为 你说这种艺术是什么 艺术加工 我想说出来之后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最后摄制组决定摄像导演记者 大家共同创作一幅作品 作为礼物送给关注文明密码的电视观众 大家的成果最终会组合成怎样的图画呢 我就不太想画了 这实在是下笔 好那我画个太阳 老师金色的是哪种啊 在记者向葛浩翔咨询金色的柚子时 葛浩翔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哎 这是有分不出来的是吧 分不出来 应该一个是褐色 一个是金色 褐色太阳看着就像一坨了 这个应该是褐色我觉得 应该应该是这个 你试一下 这颜色 好我们看一下哈 就是赤裸裸的褐色 对吧 由于金色与褐色 两种褐色在烧纸之前十分相似 与又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葛浩翔 此时也难以分清 那记者画的太阳最终是褐色还是金色 只能等到开窑才能确认 来我们这幅作品啊就出来了 您现在我头一次啊 说给大家奖品说的这么心虚 刚才老师呢已经出题了 看看我们的太阳啊究竟是什么颜色 到底是褐色呢还是金色呢 如果说您心里有谱了 赶快拿起手机 按照我们文明密码官方微博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人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手工做的紫沙 花瓶 对 紫沙花瓶 车上面去了 记者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放入窑中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等待 因为烧窑需要一天 冷却需要一天 两天后才能看到最后的结果 但对于葛浩翔来说 他还需要随时观察火候 因为对窑变来说 对火候的把控最难 火也直接决定着窑变效果的好坏 记者和葛浩翔约定 两天后再见 把门关上吧 好 小心 好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两天后 到了检验最终成果的时刻了 嗯 这怎么形容它呢 那看一下 这个浩瀚的大海里边有一两只小乌龟在游泳 哈哈哈 但是您开始做的裂纹的那些东西 现在是这种状态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里边隐约能够看出来是紫沙的 这个太阳呢 太阳也变褐色了 您确实是后来褐色了 太阳就像个魁了 对 并不是说用各种颜色在上面堆积 涂涂画画就能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作品 确实是需要时间去学习研究 对要不断的积累 葛浩翔希望他的这些沿袭传统的上幼紫沙器 不仅仅是可以欣赏的艺术品 还可以进入平常百姓家 让大家都能使用和欣赏 吴永冰三十年如一日 守护与传承着古龙瑶的新火 葛陶忠四十年坚持古法 认真做好每一个胡 葛浩翔十五年坚持理想回归传统 小小紫沙里凝聚的是这些紫沙匠人们的认真热爱传承 小紫沙挑选 看情勇为我潇洒 痴迷着往昔之的笔法 有人在无聊先生想象 这是大美的中华 无处不藏着文明迷茫 这是神奇的花像我的家 无处不有文明迷茫 打开文明的密码 叫我种花 打开文明的密码 自豪我国家 顽固流畅 那千年文化 我的中华 文明的密码